台东县太平溪人工湿地生态池是台东市最大的荷花池 而近日荷花盛开 环保局也提醒民众 到台东太平溪人工湿地欣赏荷花池 不要采摘 也避免干扰到鸟类生活 也呼吁民众游客不要弃之垃圾 共同维护生物多样性 一朵朵荷花绽放台东县太平溪人工湿地生态池 是台东市区最大的荷花池 而近日荷花盛开 环保局也邀请民众到湿地周边 散散步和欣赏美丽的荷花 也欢迎拍摄美丽的风景 放到社群网站与好友分享 台东县府表示 太平溪下游提案步道在今年2月完工 有许多民众会在清晨或是傍晚的时候 在太平溪人工湿地周边运动游戏 也提醒民众 太平溪人工湿地是污水处理设施 请避免下水游戏或采摘湿地中的水生植物给余力使用 环保局说明 每年到了6月8月 太平溪人工湿地生态池都能发现荷花盛开 而今年有许多的民众观察到 生态池只见白色的荷花盛开 红色荷花难得一见 经过与专家学者讨论 很有可能是白色荷花植物特性中奶屋能力强 所以生长特别繁盛 环保局也提醒到 太平溪人工湿地欣赏荷花时 不要采摘 不要喧绕 不喂食 避免干扰到鸟类生活 也要小心毒蜂及蛇类 并且也呼吁民众或游客垃圾也不要随气质 而环保局也将持续补植相关的垂生植物 请民众期待来年生态池荷花盛开 记者盘这里综合报导